北京时间2月8日,NBA主席亚当肖华宣布,黄蜂队后卫,拉美洛鲍尔,三球,和马斯队后卫,德章泰穆雷,将分别禀替杜兰特,和格林,入选全明星赛。此前,杜兰特和格林,均因商确认缺席本届全明星赛,而三球,与穆雷,最终成为替代者,两人均为生涯,首次入选全明星。 农梅和贾内克阿伦,此前护生涯挺高,但最终落选。另外,塔图姆,将取代杜兰特的全明星首发位置。三球,是2020-21赛季的年度最佳新秀,在他的生涯第二季里,三球场,均19.6分7.5主攻,7.1篮板,1.47次抢断,他是本赛季,场均至少19分7满板7主攻的五位球员之一,另外四人是穆雷,东七奇,哈登,和约吉奇。 20岁的三球,还将参加今年的新秀赛。黄蜂官方晒途祝贺。穆雷正处在生涯第五个赛季,本赛季,他场均19.6分9.2主攻,8.24篮板,2.06次抢断。 25岁的穆雷,目前排在抢断榜的首位,场均助攻,位居第四。他的十次三双,目前,排在本赛季第二,这也是马次球员的单赛季记录。 马次官方,也晒图祝贺。杜兰特,因左西内侧赴任带有伤,不会参加全明星赛,他已经在过去11场比赛里,连续缺阵。 他是今年东部全明星的队长,格林,由于要不追尖盘的伤势,也不会参加,此前,他被选为全明星替补球员。 北京时间2月11日,杜兰特和詹姆斯,将进行NBA全明星赛的选秀。这是NBA历史上的,第71阶全明星赛,杜兰特队,和詹姆斯队之间的较量,将在北京时间,2月21日举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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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